陳董事長以及在座對我們核廢料處理、處置、儲存 都非常關心的各位前輩、先進、大家好 現在就由我後端處 抱歉 肖像智、肖組長 來跟大家做核一廠廚藝作業計劃 這個工作的一個報告 今天我大概分了幾個方面 第一個是台電公司、核能電廠、績效跟廚藝的說明 第二個是廚藝計劃 核一廠廚藝計劃目前推動的一個時程跟作業的一個說明 第三個是核一廠、廚藝當中跟現在所共同產生的所有方式性的廢料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結論 第一個是台電公司、核能電廠、績效跟廚藝的一個說明裡面 目前在三座核能電廠它的裝置容量總共有大約是12.5% 在2012年它的發電量佔了18.8% 平均容量是91.77% 2013年差不多 供電總共400.791度 歷年來是恥高的 產生的固化廢棄物總共有181桶 經過可以減農然後處理總總數是750桶 那麼核電廠處理的一個原油主要是來自於100年 11月3號馬總統召開能源政策的計程會裡面宣布了 它是怎麼說的呢 不限電維持合理電價達成國際減碳承諾的三大原則之下 逐步達到穩健檢測的一個目標 那麼因此核一、核二、核三呢 將在這個目標之下 確定不原因 請台電公司提早來應應來準備這個工作 那麼剛剛陳董事長也報告過了 在核一到核三廠分別運轉的執照年限 分別是從2018、2019一直到2025 那所以核一廠最早面臨在 2018年就必須要終止運轉 那根據我後面會提到 根據法規的規定 在2015年也就是民國104年 必須要提出處理的計畫 那第二部分的核一廠處理計畫 我們把作業的說明跟時程 這邊做個一個報告 那核一廠呢 位在這個新北市石門區 潛華裡它的佔地面積245公頃 那當然中間有一部分是山 丘陵地 那麼廠一廠內裝置了兩部 63.6MW 核能發電機組 那麼它裡面的蒸氣的產生系統 是採用美國基所存造的廢水式BLR 那去的發電機是美國修工所存造的 那麼在廠裡面有一個345K 這個超開壓的開關廠 將這些電分四路分送到北部地區 匯入台電的系統 抱歉 在處理法規方面呢 我國核子反應器核設施的管事法裡面規定 在核能核子反應器 預定永久停止運轉前三年 那麼基因者必須要向主管機關提出處理的計畫 那根據核一核二 核一的一核號機 它運轉的執照有效期 在分別在107年跟108年的 12月5號跟7月5號 因此我們根據這個法規在104年的12月 我們必須要向主管機關提出核一張處理的計畫書 那我們目前正在積極地辦這項工作 那從現場 電廠所有現場的一些特性的調查開始 還有一些輻射的評估 那另外呢 根據環保署的開發行為 因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跟範圍認定標準裡面 第31條第18 他說核子反應器設施的處理 除了研究用的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處理之外 剩下都必須要辦環境影響評估的工作 因此我們公司的環保處也積極在辦環境影響評估的工作 我們為了辦理核一廠的處理 那本公司裡面由董事長跟總經理非常關切來督導成立了一個專案的小組 那召集人由核能發電系統的副總經理來擔任 副召集人是專業總統統師 那下設一個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裡面包括了各個相關的單位 後端處 核發處 核一廠 核安處跟環保處 那麼另外我們會有內部的諮詢小組 還有學者專家的顧問小組 那我們為了完成這樣一個兼具的工作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所以因此我們也在採購辦理了一個採購案 委託由核能研究所來得標 來幫忙做相關的評估跟工作 那它也結合了國外的顧問公司 非常對廚藝有經驗的威士丁浩斯 來幫忙協助這個廚藝計畫書的編傳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體制 在未來的執行階段會隨著這個工作的進行 會做一些調整 那根據法規內廚藝的審查流程 大概是這樣子的 我們必須把廚藝的計畫送到原產委員會來審查 那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的部分 送環保署來審查 那在這個審查結論做成之前 必須要取得環評認可的一個資料 那麼來讓原產委員會來決定 廚藝計畫的合博 那在國外廚藝期間或廚藝的電廠 那麼他們都會有一些儲存的設施 像這邊舉了一些例子 像美國燃藝電廠的廚藝 它也做有這個用過合成的干涉的儲存設施 也是屬於露天形的 在美國BipRaw Point的合能電廠廚藝的工作裡面 也是有用過合成的設施 那另外像美國Ratio Seco 合能電廠廚藝裡面 它也有這個放熱性廢棄的儲存倉庫 那在德國Gracewall的這個廚藝 有一個非常長非常大的一個儲存的倉庫 那麼這些都是在電廠裡面 那跟我們合一廠處理的這個計畫規劃的準則 在這邊向各位先來報告一下 我們主要是以合一廠整個廠區為範圍 包括了放射性污染設備結構物質等等 還有包括非輻射 非輻射放射性的像有害事業廢棄物等等 所有都必須要進行規劃 那我們把這個全部納入這個廚藝計畫書裡面 那另外根據一些依據一些最新的政策的指示 法會的條文 事實的內容等等 我們會把這些要求全部都放到這個合一的廚藝計畫書內 那另外土地的在地用部分 我們會保留345KV開關 等一下有個張圖可以看到 保留345KV開關廠以南到廠區西南側 這整個用地會將它保留 當作一些儲存處理還有一些行政設施 那環評呢 這個作業的執行原則 那當然就配合整個廚藝的規劃工作 來辦這個環評 那這是合一廠的一個鳥看圖 那這個區塊是 大門口在這個地方 進來之後這個區塊是屬於一些倉庫 就是一些沒有放射性的倉庫 還有我們公司的放射實驗室的組織 進來這邊之後 這邊有一些停車廠 停車廠還有一些小型倉庫 還有兩個最主要的反應器廠房 那這就是我剛所說的345KV開關廠以南 這一塊我們會保留在廚藝裡面會保留 這邊是2號倉庫 它還是必須積極使用 那麼另外這邊還有氣溫輪器的廠房 用油槽 這邊呢 正在我們在新建的合一廠的幹事儲存設施 這個整個一個區塊我們就保留 那會把前面的反應器廠房 全部這邊都拆除掉 那整個廚藝的整體規劃的時程 大概我們會從101年開始講到132年 那我們目前是在廚藝的前置工作的階段 包括我們長址、歷史特性的一些調查工作 正在行動當中 還有廚藝策略跟作業的研究方面正在規劃 還有廚藝的工作正在進行 那在104年 我們會完成廚藝的計畫書的準備 然後送主管機關來審查 那希望在107年能夠得到核准 那從108年開始 我們有一個提基過渡時間 一個階段約8年的時間 那這個8年是我們暫時先定的 那會隨著我們規劃的情形 來做最後的一個決定 那麼廚藝菜場的階段大概有12年 那環性這個長子環境的輻射政策階段有3年 最後一個長子敷衍階段2年 我們預計大概需要25年的時間 來完成核准廠的廚藝工作 那我們在目前現階段的規劃工作裡面 我們在短期內已經完成了一些相關的工作 在這邊提出來的報告 第一個我們蒐集分析 國外一些核准廠處理的相關的資訊 那另外我們也完成了這個規劃工作的招標作業 那由核准救所經過評審委員評比之後 選定他是最優的一個廠商 那經過台電跟他溢價之後 目前正在推動當中 那第三個是邀請一些有經驗的核准廠處理的專家 進行技術的交流 那這些工作從過去到現在一直不斷的在進行當中 未來還會持續下去 那另外我們也加入了美國電力研究所 它的廚藝計畫 接受它相關的訓練 還有參訪一些廚藝電廠的一些工作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下去 另外今年我也跟核准廠長共赴法國巴黎 去參加這個OECD NEA CTD的一個經營委員會議 希望來尋求加入這個組織 因為這個組織是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底下的核能署 下面有一個廚藝計畫 這個廚藝計畫裡面 它有來自全世界正在廚藝當中的核能電廠一些經營者 那麼會提出他們一些經驗 在這個兩三天的交流裡面提出他們的報告 那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這樣一個平台 來獲取一些廚藝中電廠一些經驗 供我們未來核一廠廚藝的一個參佐的辦理 那在規劃階段裡面 在今年一百零二年到一百零四年當中 我們想要做的工作包括核一廠廚藝成本的重估 過去曾經有估算過 那過去因為經驗還不真的足夠 那所以我們會在這個階段裡面 再重新確實的重複一次 另外還包括核一廠廚藝的 這個廠主特性的調查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作 那另外還有廚藝計畫書 要承報員會 還有環境影響評估的說明書 承報環保署 另外還有其他廚藝的相關的準備的工作 那一百零五年到一百零七年當中 我們希望主管機關能針對廚藝計畫書 和環境影響說明書 經過審查我們的說明能夠獲得核准 那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會去發包廚藝工作的一個技術包 來幫助台電來執行 未來執行這個工作的一些雇物工作 那另外我們和人電廠 這些從事的員工 我們必須要經過一些專長的調查 然後做一些組織重整的工作 那當然另外還有其他一些 比較細微的一些儲藝的工作 在同時要進行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在停機過渡的階段裡面 從一百零八年到一百一十五年當中 我們會把反應器裡面的 用過核子燃料 退出來 退到這個核子燃料池 那整個系統 反應器廠房 整個核電廠系統 會做處理的作業 那麼另外 這個用過核子燃料池呢 我們會建立一個獨立的島區 因為裡面還有燃料棒 我們必須要經過不斷的冷卻 所以這個獨立島區是必須要建立 然後來持續運轉 那另外是反應器壓力潮 還有大型的組件 這些在遺囑之前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 廚物跟菜煮的準備的工作 因為它的體積非常大 那如何來進行 必須要做好非常完全的準備工作 那另外我們會辦理一些 廚藝相關工程的採購 包括反應器如何切割工作 還有廚物的工作 還有等等 我想在這邊沒有辦法一一來敘述了 那另外就是我們組織 整個組織裡面的人員的轉任 訓練、輔導 還有我們一些配合廚藝工作 必須要新建的一些設施 我們必須要規劃來施工 那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可以外試的部分 沒有污染的 已經經過廚物的 我們可以外試的話 我們就盡量來辦理 那也讓部分的廠房能夠再利用 那在廚藝拆廠的階段裡面 從1160年到1270年當中 這12年裡面 我們必須要維持用過核子燃料池 因為裡面的燃料棒還沒有完全移出來之前 都必須要持續的運轉 那比較燃料量耗比較低的 用過核子燃料 我們會漸漸移到幹式儲存設施 隔離反應器跟大型的組件 進行儲物的工作 還有拆除的工作 那麼還有一些燃料池裡面 泄水、儲物跟拆除 如果它全部用過核子 它全部移出之後 我們也必須把它拆除掉 那另外我們會針對廠區 可能有汙染的土壤 進行一些儲物還有移除的工作 那這樣如果沒有汙染的話 那是更好 那針對有害能跟放熱性的廢棄物 我們都必須要依據法規來做清運 處理跟儲存的工作 還有放熱性一些汙染的設備 結構物質 它的拆除、移出 都在這個階段裡面陸續的進行 當然我們重要還有外事的作業 跟部分藏子在利用 那最後是再來到了 輻射偵測跟復原階段裡面 128年到132年當中 這三年當中 除了輻射偵測、污染、藏子的整治 如果有的話 還有包括保留區塊的營運跟監督 監管這些工作 那經過這個階段之後 我們就到藏子、復原兩年 在廚藝的階段裡面 我們持續會有一些外事的作業 還有藏子在利用 好 那麼以上來報告整個廚藝的工作裡面 我們最重要的是在整個廚藝作業當中 工作人員安全的一個原則 第一個我們是採取合理ED的手段 來減低所有工作人員的輻射劑量 那根據國外廚藝中的電廠的統計 那麼廚藝的一個人員輻射劑量的接受程度 會比運燃中來的低 不過我們還是必須要很謹慎 對這個人員做一些保護 讓人員能夠在合理ED的手段之下 接受更少的輻射劑量 另外針對一些輻射比較高的位置 像反應器壓力容器等等 那我們採取一些遙控切割的技術 那麼避免人員的接近 那這個也是在國外廚藝中的電廠 廣泛被使用的一種技術 另外我們必須要採用一些移動式的空氣過濾的設備 來保護工作人員這個工作環境的一個清潔乾淨安全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採用了移動式的電源 因為整個電廠在拆廠過程當中 固定的電源都必須要拆掉 那為了滿足這個廚藝當中的一個需求 我們必須要採用一些移動式的電源 來維持整個拆取工作的順利進行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核一廠除以放浪性廢棄物 那經過我們的預估 預估在核一廠運轉40年之後 它的總用過核整燃料的數量 會達到7532 這個是預估值 或許這個只跟剛剛陳董事長所報告的 只有一點小小出入 那我們目前正在完成的第一期的乾濕儲能設施 容量是1680 那麼未來我們還需要有一個 5852的燃料素的用過核整燃料乾濕儲能設施 那必須要把這所有的用過核燃料 從燃料池移出來之後 那麼這個廠才有辦法將它拆除掉 那在低放的部分 目前在核電廠 它的儲存庫的總容量是大概10萬 那截止到102年12月止 它的儲存量是4萬多 那未來到運轉40年截止 會再產生7000桶左右 根據這樣子 我們這個儲存庫 現存的儲存庫的容量 大概還有5萬2000 那我們整個廚藝的作業 目前的預估會產生10萬 所以它的空間是稍微有一點不足 那不足的情況 我們目前還在這個規劃 看怎麼樣來處理 要嘛就是新建一個儲存庫 要不就利用現有廠房的一部分 最後我做一個結語 和能電廠廚藝的計劃 我們必須要非常請審慎的 一個規劃 所以目前規劃的一個工作 正在非常積極的進行當中 和言手所投入的人力 據我了解 已經達到100個人 那工時我不太記得 那就是每個月 大家都有投入100左右 在進行這整個廚藝的規劃工作 那這當中呢 我們也必須要擬定一些策略排程 策略包括未來這個土地的使用 它的拆除的方式 它的一些過程 怎麼樣進行 那另外呢 我們必須要依法來落實 執行公安跟福安 那因為整個拆場的過程裡面 比較重要的公安跟福安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來著重 那拆除的工法 我們當然會引進一些國外的技術 提高它整個的效能 跟人員的維護 保護 那另外 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 是參與國際的組織 必須要來不斷的學習 廚藝經驗 以上是我簡單的一個報告 請大家共同來支持廚藝的工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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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